徐春英他终于开始回应了 应该是他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尾巴扫干净了 整个的回应就是一推二五六 就是凡是不利于他的都是假的 然后有实际证据的都是你们想多了 基本上徐春英 这个柯文哲重党不分区名单 跟柯文哲完全一样 徐春英在接受静周刊采访的时候 号称至少是静周刊发现的三个中国不通的官媒 所报道的徐春英的促统言论 就是促进统一热爱祖国 希望台湾承认属于中国 不然的话中国人就不爱来台湾了 或者是这个期盼祖国统一等等言论 徐春英号称都是这三个中国不通的官媒 栽赃无限他 图呢都是批的 那这个话呢徐春英他没说过 那至于说为什么中国官媒那样爆 人徐春英是个清清白白的白莲花 他不知道是吧 就说是啊 我经常跟大家讲说中共官媒 他不可信 但是中共官媒啊 他想要找一个陆配 一个中配 说出他想要他们说出的话 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困难啊 好吧 那为什么从2017年2018年就就总是栽赃陷害你徐春英呢 那然后你徐春英看样子也不像是个傻子 那怎么官媒每一次陷害你 你都毫无反应呢 也没有要求他们撤下去 也没有停止接受官媒采访 这个就看不懂了 然后就像这种影片的证据 这个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 徐春英跟一堆中配戴着红领巾 唱歌颂毛泽东的红歌 我爱北京天安门 那这个徐春英他很难说这是批图 对吧 这个批图很难批成这个水平 这个凹不过去了 徐春英呢就号称就开始装可怜了 说这是他的儿时回忆 还说中国的小学生都带 我看了这个就很生气 因为这是欺负你们台湾人不懂 中国小学生带这个东西是因为被迫的 我小时候也带 因为不带不让你进教室 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好几条这个红领巾 徐春英他们带的这个红领巾 徐春英说这是他们是上海陆配在台湾的聚会 有一个人带了一堆的这个红领巾一块 那据说好像是什么儿童节 然后他们在一块做这个儿时回忆 唱歌颂毛泽东的歌曲 中国的小学生们带他是被迫的 然后徐春英你已经长成多大了 五六十岁了吧 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夫人 然后你再把红领巾拿出来带 快快乐乐的在这儿办这个少先队 红小兵 我是属于跟着台湾媒体喊红卫兵 其实不是 他是办红小兵 带红领巾呢代表你是红小兵 那我现在能明白就是我们小的时候 为什么你不带红领巾不让上课 那就因为你不带红领巾 证明你不是红小兵 不是红小兵 就不是少先队 就等于说违反中国共产党 就是以党领政 以党领军 以党领孝吧 我现在回想的话应该是这么个意思 但我们小时候不知道 我们小时候就只是知道说 我们小时候被教育说 这是革命劣势的鲜血 染红了红领巾 染红了国旗 然后你就必须带 就是你不带不行 你不带进不了教室 就是毛主席的红小兵 红小兵和红卫兵的区别 好像是年龄差异 就是因为我们好像是 上了初中之后 好像就不用带红领巾了 反正就是我自从 不用带红领巾之后 我根本不知道 那个红领巾在哪 你谁有兵啊 你这东西都是被中国共产党逼的 你才带这个东西 你不是被逼的 谁带这个东西 而且大家其实很烦 知道吗 就是普通中国小学生 其实很烦这个东西 你能想象 就比如说你比如说 你今天早上吃完饭 然后就是上学 然后到了大门口了 到了教室门口了 发现浑身上下 掏不出一条红领巾 然后你就得搁教室 门外站着 你就弄个红领巾 你要弄不了个红领巾 你就进不去了 所以大家很烦这个东西 我小学毕业时候 肯定不反共啊 对吧 但是我也很烦这个东西 就任何人给你卡了 这么一个条件 你只要不带这个东西 你就进不了教室 你都很烦呀 为徐春莹澄清 他不是扮演毛主席的红卫兵 他是扮演毛主席的红小兵 有一个中国网友 他昨天看到这个影片之后 就发说 在中国是这样教育孩子的 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 是烈士的鲜血染红的 这位朋友比我明白多了 我只知道说 红领巾是烈士的鲜血染红的 我还忘了 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 这我都忘了 就不认真 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宣传 不够认真 说中国的国旗和党旗 是红色的 说我认识的一些中国家长 就因为要逃避 这种血腥的教育 带着孩子远走他乡 这位大妈可好 人在自由民主台湾 还在向血旗致敬 对 就这位中国朋友说的非常好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我们这些小学生 戴红领巾是被迫的 是被逼的 我们不愿意戴 就是我们那个时候 就是没有任何反共 也很烦这个东西 知道吗 那结果这位大妈 他在 这位徐大妈 他在自由民主的台湾 专门 带上这个东西 歌颂毛泽东 这位朋友也是解释 说准确的说是红小兵 后来改名叫少先队 少先队这个我就知道了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 就已经改名叫少先队了 说叫做中国少年先锋队 简称中国少先队 少先队是中国共产党的先锋组织 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授权领导的群众性儿童组织 其对呼式 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时刻准备着 哎呀就是 我就突然 我发现 我这个被洗脑的程度 其实不够神 因为这些 因为这些晚上我都忘了 他说我能想起来 我们那时候是那样 就是时刻准备着 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所以我就跟你们讲 就是我们那个时候的 就是被要求的偶像是赖宁嘛 说看到国家的一个财产起火了 然后赖宁呢 好像就是十岁出头吧 其实就是个孩子 然后呢就去为了抢救 中国国家的这个财产 就死了 死了之后 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学习 就是我现在能想起来 我们那时候学习就是这样 时刻准备着 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那奋斗 而且关键是 好像那个时候还要求说 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牺牲 就是然后大家都要学习 赖宁小英雄 那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很发毛 我就想说那难不成 要是哪天我在大街上 看见某个中国的国家的东西 起火了 或者是淹水了 或者是陷入什么灾难了 我就得冲进去 就是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牺牲 那不让人很哆嗦吗 我那个时候就觉得 就是浑身发毛 很发凉 但是他说我把这个事情想起来了 对 这就是少先队 这就是红小兵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 为对少先队和红小兵的这个要求 那然后你看 有一个台湾推友说 把儿童拿来当先锋炮灰 真的和哈马斯是师兄弟 有的时候你们台湾人说 我才突然 我才想起来说是这回事 你想我们从小受的教育 对吧 要学习赖宁小英雄 你说这个多脑残啊 多缺德呀 对吧 所以说他说 这位徐大妈够有出息的 这位徐大妈够有出息的 他号称说这是儿时回忆 我也看到好多台湾人 在吐槽说 这位推友说 我们同学聚会 也不会唱讲功纪念歌啊 就是你们肯定会唱 因为你们小时候 就被迫唱这个东西 但难道你们会唱这个东西吗 因为这个东西代表的是坏的东西 对不对 蒋介石 对吧 他残害了非常多的台湾人 难道你们会在聚会的时候 唱讲功纪念歌吗 对吧 那翻回头来 对吧 你中国人对吧 你毛泽东杀害了中国几千万人 具体几千万人数字不确定 因为毛泽东搞过各种各样的 就是从他的那个 就是清扫反革命 正反 肃反 反右 文革 毛泽东说什么 要杀人 要杀到千分之几 事实上 毛泽东杀中国人 是一路杀到他死 这中间加总起来 也有个几千万了 那大饥荒 死四千五百万人 都是另算 所以说 其实毛泽东手上 中国人的人命 是有个几千万的 大饥荒 其实一定程度上说 应该是算进来的 因为那个时候 中国风调雨顺 它不是天灾 纯属人祸 这么说吧 就是你种出来的粮食 把粮食都收走 然后让你饿死 你觉得这算是杀戮吗 很多人说 政策决策失误 导致的死亡 但是这跟说 你种出来了粮食 然后从你面前 把粮食拿走 让你饿死 当时所谓 三千大饥荒 中国人是这么死的 就是中国人 种出粮食来了 然后结果 粮食被拿走了 或者说是 本来应该 种粮食的时候 毛泽东让中国人 去什么大炼钢铁 不让你去种粮食 你说这算不算 是毛泽东 直接导致的死亡呢 其实我觉得也能算 那好比说 一个医生 对吧 本来在给病人做手术 然后说 咱们要来政治学习 这个手术就不能做了 这个病人就死了 你觉得这个政治学习 算不算是 谋杀了这个病人呢 总之吧 就是说毛泽东 他是一个屠杀了 中国数千万人 的一个杀人大魔头 那然后呢 这个徐春英说 唱歌颂毛泽东的 这个我爱北京天安门 是他美好的儿时回忆 就这个真的 中国人没办法赞同 你知道吗 我今天还跟我妈 说这个事 把我妈也气口气 我妈说 那他们都是同龄人嘛 我妈说 他们同龄人聚会 没有人做这个事情 大家聚会开心 吃饭喝酒 对吧 你谁会去回忆 那么很糟糕的事情呢 文革真的不是 什么美好回忆 那但是徐春英 他就觉得 文革是美好回忆 他接受 荆州刊采访的时候 还说他父亲 被送到武器干校 劳动改造 对他来说 是很痛苦的经历 就是他妈妈 带着他很辛苦 然后就哭了 你们觉得 这个演技怎么样 哭的有诚意吗 我个人不带任何片 看这张脸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这是假的 这是假哭 他的眼眉之间 他都不皱 你看到他的眼角没有 除了他嘴巴在说话之外 他的整张脸 他是没有任何 就是你知道 人在伤心痛苦的时候 应有的表情的 然后我觉得 他的这个演技吧 基本上就跟这一位 林北好友 是属于一个水准 但是我觉得林北好友 比这个徐春莹聪明 就是他假哭的时候 他用手把他的脸捂住了 他是在假哭 让你看不到 他脸上的表情 因为他装不出来 而徐春莹 他就可能就是经验不足 就演技挺掉漆的 但是就是镜周刊记者说 他是谈到他爹 被毛泽东迫害时 哽咽落泪 但是哽咽落泪 但是2018年 照样跟钟沛们 一起唱歌颂 毛泽东的歌曲 我刚才不是说 他说那个 这个中国的官媒 都是冤枉他 徐春莹吗 同时呢 他也说 他没在商业局 任科长 他是在商业局 下属的国企 任科长 这就有意思了 你徐春莹前几天 发声明的时候 你说的很清楚 你是在商业局 任科长 怎么突然之间 变成商业局 下属的国企 任科长了 所以我就跟你们讲 这个听上去 他是尾巴 已经扫干净了 什么叫尾巴 扫干净了 这个故事 我昨天跟大家讲了 就是我在加拿大 认识的那个 在中国军队里面 担任这个文职军官的 那个女的 他就信誓旦旦的说过 就是他的这个一切 他都能搞定 对吧 就是他在中国的 一切的经历 他想造成啥样 就造成啥样 懂吧 这就叫做尾巴扫干净了 就是徐春莹这个人 在中国的历史记录 你甚至现在 你说不定你给 那个中共官媒 打个电话 中共官媒 都会向你承认说 对 我们报错了 当时有一个陆沛 叫做张春莹 或者有个陆沛 叫做王春莹 那个王春莹 跟我们说要粗筒来着 这个徐春莹 可没有说要粗筒 他是一个字 都没有提起 他伟大的祖国 心爱的毛泽东 都是我们搞错了 搞错了 台湾媒体 你们要注意 都是我们官媒 搞错了 懂吧 这就叫做 把尾巴扫平了 但是你们台湾人信不信 这个你们台湾人 自己琢磨 为什么三个 中国不同的官媒 专门栽赃陷害 他徐春莹 对吧 他为什么不来 栽赃陷害我张瑶呢 包括这个商业局 下属的这个国企 你打电话去问 一定 对 某某年到某某年 徐春莹就在我们这上班 我们人事出 这个档案 我都可以给你们看 你信吗 中国共产党出来说 徐春莹从来没有 入过我们中国共产党 谁信谁傻 我看到 有一个中国网友 他说 英语有句话 同样羽毛的鸟聚在一起 对柯党也可以这样说 我每次说柯文哲的民众党 我心里都挺酸的 真是对不起 蒋薇水啊 所以说可以借鉴 这位中国网友的做法 就叫柯党 对柯党可以这样说 同样操作手法的骗子 混到一起 当初我骂徐春莹 是小柯文哲 你们现在看 我没骂错吧 你们看看徐春莹 这个套路 柯文哲的阿公的 多少种死法 你看到徐春莹的爹 当人们怀疑徐春莹 可能是中国共产党的时候 他立马就有了一个 被送往武器干校 迫害的爹 方不方便 巧不巧合 意不意外 就是个小柯文哲 说话完全就是在放屁 文朗东他两边比对 镜周刊采访和柯文哲的说法 他比对出来说 完全对不上 徐春莹说是 黄珊珊找徐春莹 当民众党新著名委员会主委 又想推荐他进不分区 当时徐春莹拒绝 后来徐春莹没收到通知 看到媒体才知道自己被列入不分区 然后柯文哲说的是民众党不分区立委 采海选模式 徐春莹只是报名的投建者之一 也就是柯文哲说是徐春莹报名 进民众党不分区 海选 那徐春莹说的是黄珊珊 一直在找他 他甚至都拒绝了 还是被列入不分区 我发现柯文哲和徐春莹 他们里哈撒的谎都是一个路子 都是说别人求着我 然后徐春莹受访的时候说 钟佩拿身份证六年改四年 马英九没做到 国民党骗票 因此才投入民众党 但是事实上 马英九第一任刚上台 就把钟佩拿身份证 从八年下修到六年 徐春莹2018年 接受钟平社采访的时候 很明确知道这件事 说徐春莹是个骗子 柯文哲也是 诈骗集团人才记忌 然后还有一个 周玉寇说 柯文哲说他没见过徐春莹 但谢立功却说 他在去年底 今年初介绍徐春莹 给柯文哲认识 这是疯传媒白纸黑字报道的 他们这几个人 应该是很熟的 曝光了徐春莹 戴红领巾 扮红小兵 唱歌颂毛泽东的 红歌的脸书粉砖 他最新的爆料 他说是民众党新住民 事务委员会顾问陈敏生 他也是台湾新住民 关怀协会创始会长 同时他也在中华 统一促进党 决民党部活动 在统促党的决民党部活动 他长期负责 协助中国台办 进行各种围绕 中国官员和新住民的统战 他在2014年4月1日的时候 在统促党决民党部贴文 称赞感谢张安乐 帮马英九清场太阳花学运 而且他们这些人都有关联 这个陈敏生 徐春莹 谢立功 他们都是朋友 陈敏生 他是跟统促党有关联 感谢张安乐 帮马英九清场太阳花 长期在统促党的党部活动 徐春莹跟他是朋友 那谢立功介绍徐春莹 与克文哲认识 可以说这就是中共的 这个在台 陆配 中配代理人 集团 已经成为民众党的一部分 2014年3月21日 这个安徽省省长 要到台湾 就跟陆配们见面 我看到现在有些台派 觉得说 这个蔡英文时代 居然两岸间谍 统战 交流 仍然频繁 你回头看一看 这个马英九时代 人家安徽省省长 大大方方的 就来台湾 直接 人家大大方方的过来 知道吧 蔡英文时代 他们还得 乔装打扮 换个身份 以什么烂七八糟的 名义 对吧 偷偷摸摸 弄过来 你一旦是国民党民众党上台 那还用吗 光明正大就进来了 所以说 其实你们能看到 这是体系性的 徐春英不代表徐春英自己 我再说一遍 徐春英代表中国共产党 他所掌控的一个 在台湾的 陆配 中配的网络 无论是谢立功 还是陈敏生 包括徐春英 他们都是促统的 这一伙人 他们现在是民众党的新住民 这个派系的头头脑脑 是柯文哲的左膀右臂 就是中国的选择 柯文哲 这个应该是很明显了吧 直接就是统促党的人 徐春英更不用说了 徐春英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人 不要跟我说徐春英 不是中国共产党的人 他家人还在中国 他妈 兄弟姐妹 亲戚朋友 可都还在中国上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 你们搞搞清楚 居然他可以说 中国的官媒 都是撒谎栽赃他 说财经网美 说的说 没有任何一个 单纯的陆配 会在台湾参政 所有人都知道 他们在中国的家人 会遭到什么样的下场 他只能配合 交出台湾的机密资料 这句话是对的 我之前就跟大家讲过 就是说 你们不要告诉我 任何不能够 对外公布的东西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 出来之前 我就跟你们讲过这个事 不要告诉我 任何 不可以对外公布的东西 我对任何机密的东西 毫无兴趣 因为那个东西 只能给我带来危险 因为我们知道 那个东西 给我们带来危险 给我们的家人带来危险 我妈还在加拿大呢 我绝不想沾这些东西 徐春英他妈 还在上海呢 他凭什么敢沾这些东西 他凭什么敢说 中国的官媒 是栽赃陷害他 这是一般人吗 这当然是 中国共产党的心腹啊 你们觉得台湾人 吃徐春英这套吗 你现在看到不出民族 跳地的话 我让我们上海的